活动一开始有桥光国小事件会来家庭作业组会员 奉茶给长者揭开序幕 而后进行相见欢活动 打破彼此陌生的番离 虽然草屯不产茶 但透过奉茶及泡茶的推广 希望能够传承茶文化 同时也让事件会员体现学习成果 给小朋友一个实际去体验他们 实践他们学习的一个成果 也带给阿公阿嬷一些欢乐 也是祖孙之间的一种互动 增加他们对长辈的一种礼貌跟尊敬 尤其这个奉茶 吃茶这个是一个台湾一个很好的茶文化 虽然草屯不产茶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而且用在这个公共服务上 做一个奉茶的这样子一个方式 跟长者做一个互动 草屯正能会办理 亲吟共舞代代相传祖孙新的活动 特别来到绿罩站 碧州里外展单位 带领乔官国小事件会员走入农村 深入社区关怀访市 期望让事件会小朋友们 在绿罩站与长辈们 透过亲吟共学 加强跨时代的学习及沟通 让这个长者跟小朋友之间 这个隔阂可以瞬间可以去做一个打破 然后没有一个反礼 然后再去在这两三个小时之间 做一个这个祖孙新的一个活动 就是让这个长者感受到这些晚辈的一个用心 透过怀旧老照片由长者娓娓到来 细说从前让参与者走入时光隧道 见证照片里的过往风华 透过艺术创作挥洒生命光彩 藉由艺术陪伴活动 手作到团体共作 共组祖孙互动与对话的桥梁 这些小朋友都真的也拉自己的孙 你如果在生活边 孙子在生活边 这样很贴心 那种感觉 供查给阿嬷 我觉得社区这边很好玩 我认识了一个阿嬷 很有趣的阿嬷 而且还有说以前的故事很好玩 在共学 共舞 共办与共餐的 互动下 也感谢阿公 阿嬷 曾经付出那么多 创造美好的时光 清宁世代交流 不仅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共学 共舞 共餐与共办下互动 共创美好时光 让长辈们度过快乐的一天 记者洪一伦草团阵采访报道